今天虎哥要跟大家聊一个非常神秘的话题 就是龙 龙似乎是一个特别遥远的东西 存在于上古神话 能飞天遁地神秘目测 天下第一幽冥之物 但龙同时也好像离我们很近 你看十二生肖里除了猴鸡狗猪 虎兔鼠牛之外就有龙嘛 关于龙的文化 比如说端午节的花龙舟 过年时候的五龙 这些东西都好像水和空气一样 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现在都讲究科学 讲究理性 而龙因为无法被证实 所以一直被认为只是人类的幻想 就像一个蓝屌丝 幻想一位超级美女一样 但是仔细想一想 如果龙只是幻想之物 为何东方有龙 西方也有龙 非洲和美洲也有 各个文明相距甚远 却几乎都有龙的记载 而且龙的外形都好像有惊人的相似 现在还有流传的各种 关于龙出没的新闻 视频和图片 真的是有图有实物 纵然你打死也不相信 也多少会好奇一下吧 所以不管你现在想不相信 看完这个视频再说 说不定你就有了不一样的答案 火哥今天就带大家 去那龙的世界里走一走 探讨一下 龙究竟是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 经过上百年科学主义的洗脑 不对是洗礼 如今我们一提到龙 就会被人指着鼻子骂 搞什么封建迷信弯门邪道 那么我们为何会幻想出龙 而我们祖先幻想出来的龙 为什么都长得差不多呢? 在提出虎哥的弯门邪道之前 这一集先看看那些高大上的专家们是怎么说的 第一种说法认为 龙的起源跟恐龙有关 龙在古人那里其实是对恐龙记忆的一种延续 所以龙是古人当时见到并且描绘下来的某种恐龙的形象 而因为对恐龙的记忆和恐惧导致了对龙的崇拜 听上去是有几分道理 但这种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 因为古生物的恐龙灭绝于七千万年的终生代 而最早的猿人只生活在三百万年前的根性代 中间相隔有六千多年 人再怎么一厢情愿也见不到恐龙大哥吧 更谈不上对恐龙的记忆了 与之相关的一个说法就认为 好吧 你见不到恐龙 你总没见到恐龙的化石吧 所以这些人就认为 在远古时代 由于山奔地裂或沧海三田 先人们发现了裸露出来的恐龙化石 由于它巨大而蜿蜒的骨骼 超过了先人所见到的一切动物神秘而震撼 因此就产生了神话和膜拜 而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想象神话和借用 逐渐形成了龙的巨像和精神文化 这个说法更为合理 但也有点牵强 上古人类只根据几块海骨 就能天马行空地想到龙 而且形象都那么具体 关键是 他们好像都预先知道标准答案 想出来的龙 大多是长生四爪 能潇洒它飞来飞去 这个说法还是有点蹊跷 于是就有了第二类解释 说龙就是古人看到了与龙相似的动物 然后用不同的动物形象 通过想象拼凑出来 这就要提到古时候留下来的甲骨文了 老祖宗的这个字虽然难写 但有个好处就是象形 字跟所描述的事物长得很像 我们从龙的原始字形可以看出 龙这个字大概有两种标准形态 一是对某种爬行动物的描绘 长得巨口獠牙非常凶猛 而上古时候 中国南方的确存在过 一种恐怖的巨型爬行动物 这种动物就是巨型的马来厄鱼 马来厄鱼在弹宋时期之后 才逐渐在中国灭绝 成年马来厄的平均体长为3到5米 而有的则可以达到10米以上 据记载 厄鱼能够敏锐地感受到气压变化 从而预知雷雨 每当下雨之前 厄鱼常会发出恐怖的吼叫声 就反复能够呼呼唤雨 这一特征也和龙能行云步云的设定相匹配 另一种龙的自行就像一条弯曲的大蛇 不过这看起来更像一条蚯蚓有没有 而据考证 中国很多地方的古语中 龙的发音跟蛮相似 所以很多人认为 上古时候的巨蛮才是龙的最初原型 而现在很多人都普遍认为 龙就是基于大鳄和巨蛮的原型为蓝本 然后组合了河马的头 鹿的脚 鱼的铃 鹰的爪 牛的耳 等想象出来的神话物种 通过这一描述 貌似所谓的龙 就是古人通过那个器官移植 不对 是通过想象力 完全胡编乱造出来的怪物嘛 这种说法虽然审视 但还是有点太不负责任了 而第三种说法认为 龙并不是因为上古人类 看到恐龙化石 或者某个已存在的动物 所产生出的幻想 而是基于古人看到 天空中的闪电现象所引起的 因为闪电在云层中一闪而过 接着是轰隆俱下 古人不懂这个自然现象 所以把闪电视为一种 见首不见尾的神性生物 而雷声那个轰隆隆隆的那个音 就像是龙这个发音的由来 这听上去有点道理吧 而如果把细细的闪电作为基础 来把它幻想成一种动物的话 它很容易被幻想成一条 细长的有四个角的动物 这个解释有它的优点 首先它貌似很符合 我们老百姓的生活经验 电闪雷鸣 大家都见过 细细瘦瘦 张牙舞爪的闪电 有时候还真的跟龙很像 另外它可以解释 为什么世界其他文化中也有龙的形象 而且为什么东西方对龙的态度 却截然相反 一方面因为世界各地大都有雷电现象 所以世界各地的文明都有龙的形象 也可以理解 另一方面因为西方文明的发源地 在古希腊的海岛上 是一种海洋文明 而雷电风暴 对在海洋上金山贸易的传值来说 那真的是最恐怖的噩梦了 往往能造成致命遗迹 而东方主要是龙更文明 闪电和雷雨正是催生砖架 必不可少的条件 所以这里的龙被视为神灵 可以护用一番保证风调雨顺 所以同样是风与雷电构想出来的龙 在西方称的Dragon那种贪婪邪恶的代表 而在东方却化身为高大山的神物 当然稀究起来 西方的Dragon并不能称之为龙 很多人就将其叫做Dragon 来区别东方文化意义上的龙 不过这个名字实在不好听 为了翻遍 谷歌就不做特别区分了 大家懂得其中区别就行 当然除了这三个解释 对于龙的起源 科学家们还提取了很多其他的解释 比如说有些人就提出 东方的龙和西方的Dragon一样 都是古巴比伦古龙的后裔 还有人认为 龙是银河系中心的外星人 在教授完人类文明之后 便重新离开了地球 所以无疾可循 这些解释的老动物越改越大 不过好像有很多理论和证据作为支撑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 至此科学家对龙的起源 似乎有了很多合理的解释 但是虎哥总觉得那儿不对 直觉上觉得龙的问题可没那么简单 经过仔细推敲 虎哥发现这些合理解释的背后 大都存在着一个致命的逻辑漏洞 那就是他们都先假定了线状的合理性 然后开始寻找各种原因 来解释和印证这种现状 比如说关于龙的解释 他们看似合理地解释了龙不存在的原因 但这一切以龙不存在为前提 然后在此前提之上 来解释为什么我们依然会产生出龙的幻想 但是他若前提并非如此呢 他若龙真的存在过呢 他若我们的先祖并不是因为想象 而是真的曾目睹过真实的龙 不是恐龙 也不是大满蛇或者巨鳄 更不是彩虹或者闪电 而是那种真正的有血有肉 有鳞片有龙脚的龙 倘若他们真的曾与真实的龙打过交道 听过龙低沉的吟叫 然后将他们与龙的故事 以语言 以图像 以神话的形式 如实记录下来 那将如何 在下集 谷歌将带大家去看看一些 可能真实存在的龙出目的例子 有图片有视频 甚至还有食物 或许看过下一期节目之后 对于龙的存在与否 你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答案 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龙吗 虎哥以前 在茶余饭后聊天的时候 经常问朋友这个问题 而他们给出的答案 都出其的意志 只有两个字 不信 我问他们为什么这么肯定 他们大都说 龙这个东西就是幻想出来的 谁会把它当真呢 从那以后 虎哥就很少再问这个问题了 因为别人会把你当作另类 说得好听 夸你是奇思妙想 和有想象力的鞋盖青年 说得难听 就是搞奉献民性 牛鬼奢生的社会败类 虎哥在上个视频就提到过 现在主流的研究 都是拉起科学的大旗 完全认定龙是不存在的 认定龙只是虚构出来的图腾标志 或者艺术加工出来的幻想物 而这种骄傲自大的科学主义 其实就是一种催眠 是一种高级的女性 让人们失去对未知事物的求职与探索的欲望 所以维特克斯坦说 科学是让人沉睡的路径 也不无道理 虎哥一直觉得 科学的根本是一种自由探索的精神 而不是束缚我们思想的牢笼 如果某种号称为科学的东西 开始打压人们自由思想的时候 那么它本身就是犯科学的 所以如果真要对龙的存在与否 做严谨的科学分析 我们就必须地犯下 那种长久以来 坏有的科学的傲慢和迷智自信 正是那些真实存在的经验事实和文献资料 对那些未知的东西 要以一种更广的视野 更多的包容和更深的敬畏 去大胆地猜想 小心地求证 好吧 说了这么多 开始切入今天的正题吧 虎哥就开门见山 先大胆猜想一下 然后再用材料来求证 虎哥猜想 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生物 而且是一个与鳄鱼 巨蛇蜥等等 有着根本性不同的物种 为论证这个猜想 我给出三个翻面的理由 希望大家能够耐心地看完 哪个地方说得不对 欢迎大家来拍砖啊 当然 最好能够下手温柔一点吧 虎哥做个视频也不容易啊 是不是 首先 龙的存在 有着考古学善的依据 目前为止 虽然没有通过考古 直接发现遗海和生活遗迹 但是 在越来越多的 考古实物中可以看到 相似特征的龙的形象 早已出现在 非常远古人类的描绘之中 从而可以间接地说明 龙的形象 似乎有实物作为依据 并不是古人凭空虚构出来的产物 1994年 在辽宁省的查海遗址 发现了一条 有着八千年历史的石堆塑龙 这条巨大的龙 是原始部落的先民们 用大小均等的红褐色荔烟 堆叠而成 全长19.7米 龙的头部最宽的地方有2米 沾着大口仰着头 弯着身子攻着背 非常的宽野有没有 在这个遗址中 还出土了龙纹陶变 这些也具备了中国古代龙形象的一些基本特征 如果大家觉得这石头堆出来的龙 长得太抽象 不太具体 虎哥也可以理解 毕竟虎哥自己看了半天 也觉得这东西有点随意 可以想象出很多东西来嘛 但你千万不要灰心 顺路过来参观一下河南省浦阳市的 仰勺文化遗址 在1987年 这里发掘出了一个 有着6500多年的墓葬 发现了用半壳金星百速的龙虎图案 这个图案非常清新和直观 最为惊奇的是 半龙的形态 同后代常见的画龙非常相似 也是马首 蛇身 鹰爪 当时我们知道 正值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统治时期 他们又没有见过后人所画的龙 为何能堆积出这么一条 张牙舞爪的龙呢 要知道那个时期的人 都是直面自然而生活 思维基本上 是对自然食物的一种界面反应 这似乎说明 蝎民们当时的生活中 就存在这种形态的龙 或者说 他们至少曾经见过这种龙 而且见过之后 让他们印象深刻 更何况 左侧半虎的喜帽 跟现实生活中的老虎 几乎完全相同 并无任何夸张之处 那么为什么 唯独右侧的半龙 就应该是一种抽象的图层符号 而非现实存在的生物呢 另外 虎哥在上一个视频也说了 考古发现的甲骨文和经文中 龙字显然是一个象形字 其基本的形状 是一种身体较长 能像蛇那样弯曲扭动 后面拖着个长尾巴的爬虫的动物 它的头部比较大 头上有脚 身上有时还画有鳞片和背起 而研究表明 古文字中有关动物的名词 几乎都是象形字 都是反映古人当时所看到的真实动物 比如虎豹熊 马鹿羊 龟蛇蛙之类 莫不如此 如果说龙的形象 并不存在于现实当中 那么作为象形文字的龙 又该如何解释呢 与之类似 另外一个常被提及的 就是十二生肖 据考证 十二生肖的格局 至少在汉代以前就一定行 比如说在东汉人 完冲的论痕 以及研读片中 十二生肖的动物 就跟我们今天的完全一样 如果龙 只是古人幻想出来的 那么为什么十二生肖里面 除了龙 其余的都是活生生存在的动物呢 古人为何要偏偏插入这么一个 纯属虚构 像龙这样的怪物呢 第二个龙存在的依据 就是大量的古籍文献记录 老总统给我们留下了 很多宝贵的文献资料 其中有大量记载 古人跟龙打过交道的事 不仅是无数次见过龙 而且在一段历史时期 还豢养过龙 比如说 具有很高正史权威性的左传记载 在远古的某个时期 龙是可以被幻养的动物 春秋时精通天文地理的史观 蔡末 就曾经用一段很长的话 比较详细地描述了 关于幻龙育龙二世的缘起 大概能得到一些细节 比如说 龙从很早的时候起 就是一种稀有的动物 平时很不容易找到 因而既不能定期捕捉 也不能大批饲养 而从传说中的地顺时代起 直到夏丸朝的孔甲为止 即大约从公元前的22世纪 到公元前的18世纪 曾经出现过一批 以幻龙为业的专门人才 但是幻龙术在当时 就是一门难度非常高的记忆 其传说的方式 也主要是在血统关系内部进行 我们听过幻养猪 幻养牛和马 古人中竟然有人能幻养龙 很神奇吧 感觉如果把这段神奇的历史 写不小说 应该是非常吸引人的吧 对于这种似乎不可思议的事 一向对那些光怪陆里的上古传说 是审慎态度的司马迁老先生 也没有否定孔甲蓄龙这一世的 意识真实性 他在史记下本记中 关于幻龙式的记载 跟左传中的意思几乎完全相同 这是后来 懂得龙的习性 并且能够思维他们的家族手艺 逐渐消失 因此龙变得越来越罕见 所以到了孔甲 当下朝国郡的时候 偶然获得了两条坠龙之后 想找到一个幻龙高手都找不到 有点可惜 除此之外 无论正式也识 对建龙事件的记录 那就太多了 据马小新在龙 一种未明的生物遗书中所说 他从古代史记 笔记 地方志中 搜集了大量汉为人质的记载 经过他的统计 从汉到隋的806年间 建龙记载 多达108次 随他以后 更是数不胜数 即使非常谨慎地去掉 其中可能的含水量 比如明显的夸张 出于牵强附会的讨好国军 混淆龙卷风的自然现象等等之类 仍有大量的记录表明 在中国各地 都不断有人与龙面对面地打过交道 算起来 频率至少十几年就有一次 而且 那么多不同的古籍 基本上对龙的习性 特征 以及坠龙场景的描述 都出奇的一致 比如说 龙一般都具有身残 涉水和飞腾的基本特性 而他们一般都在冬天的时候 潜入水底 到了夏季开始飞腾 而那些关于坠龙事件 一般都发生在大雨即将到来的炎炎夏日 然后一旦坠地 便不能行走 虚弱无力 而一旦大雨来临 便能够飞腾而去 神秘地消失 这些建龙的记录 对论阵龙的存在非常重要 不仅是因为他们的记载数量非常之多 最为关键的是 这么庞大的数量 能够跨越时间 地域 人群的观察共性 表现出惊奇的一致性 比如观察记录中的从天而降 露出无力 形似牛头 有苦虚 有龙虐的腥味 这些都是从古代到近代以来 许多资料共同反映的观察事实和细节 这绝不是某一个人能够通过做梦 或者凭空捏造出来的东西 第三类论据 就是现代社会的照片和视频证据 上面给出的都是比较久远的证据 大家可能会觉得古时候的事 听着就好 怎么能当真呢 好吧 那我们就来看看一些比较近代的事 因为有了相机 很多事实 就能够直接呈现在你的眼前 有时候让你不得不服 现在网路上 有很多关于龙出没的照片 视频 其中难免 鱼龙混杂 很多劣质的图片和视频 一看就知道是直接PS的 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伪造出来 但是其中还是有很多事件 值得我们认真地去思考 虎哥在这里 只简单地举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来说明 第一个例子 是发生在民国时期的银口坠龙事件 这个事件非常有名了 大家估计都有所耳闻吧 很多人认为 这次事件可能是人们最接近真龙的一次 说在1934年的夏天 中国的辽宁省银口 发生了多人目击和围观龙的事件 这个事件中 作为主角的龙 先后出现了两次 第一次目击事件在7月初 龙坠落在辽河入海口 20公里处 当时甚至还是一条活龙 但有气无力地全浮在地上 人们又尾袭给他搭梁棚 挑水浇 寺庙僧女 每天为他做法超度 数日暴雨之后 他神秘地消失了 目击者说 他与华山的龙模样一致 有四爪和鳞片 嘴上有两个长须 大眼睛突出 身长大约有十来米 这次目击活龙事件 有目击者证词 这可是第一手资料 比那些古籍记载的东西 要靠谱得多吧 但遗憾的是 当时对那条活龙 没有留下任何的照片和影像资料 第二次目击事件就大不一样了 不仅仅有目击者的证词 而且还留下了新闻报道 和龙骨照片 这是刊登于1934年8月14日 《圣经时报》的新闻 标题就是四个显眼的大字 焦泪合璧 盘片有一幅珍贵的配图 真是让人瞠目结舌 照片里是一具盘然大物的骨骸 周围占满了围观的人群 最让人诧异的是 这个怪物头上 竟然展出了一对分叉的鸡脚 如此庞大的体型 高高耸立的巨大鸡脚 不由得让人想起 那个传说中的神物 龙 几十年后 这张照片在无意中重见天日 尼玛引起社会议论纷纷 2004年 央视在走进科学栏目 还专门针对此事件 做了一期节目 最后得出一个所谓的科学结论 这是一头虚惊的骨骸 头顶的脚是由于摆犯错误 把下颌骨插入眼窝而形成的 这个结论貌似合理 但其实漏洞百出 比如说虚惊的击骨是58节 但是《圣经时报》报道的是28节 这个物种间的差异 无疑是巨大的 而且渤海地区是浅海 很难有鲸鱼出没 更大的问题是 这个央视得出的结论 直接无视那些在场人 亲眼所见的事实证据 因为《圣经时报》报道中说得很清楚 龙子最晚前 曾经掀翻船只和厂房 还在芦苇丛中挣扎 有呜呜的刘一样的沉闷叫唤声 而在挣扎的地方 甚至还有一个用爪 刨出的巨大土坑 这些深痛的在场细节 直接被央视的报道 给有意的无视了 既然是走进科学 就应该全面地调查取证 尊重每一个事实 但在央视那里 好像更多的是一种傲慢吧 在此节目播出之后 就遭到当年目击者的强烈质疑 之后 央视针对此事件又做了一期节目 对此事件的真相 并没有盖管定论 而是改成了一个更为开放性的结局 但央视依然对当时的在场细节 无所理会 死去的那条龙 估计要气得从地里爬出来了吧 另一个事件就简单说一下 就是2007年的高游湖龙溪水事件 龙溪水本身并没有多大神秘性 在全世界范围内经常发生 但在上海东方卫视的新闻报道中 龙溪水上空的云层里 可隐约看到 有一条黑色蛇转物的东西 从右至左边飞过 而且很多老百姓就在旁边 很多人都大喊 龙啊快干龙啊什么呢 这个物体在空中的姿态 类似于游走 而且速度非常的快 根本不是风筝之类的东西 考虑到距离 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物体 但是啊可能是因为这个新闻 闹得动静太大 央视播出的时候 就直接把那个蛇转物 劈成了三只鸟 说实话不对比不知道 这一对比 感觉这鸟劈的也太假了吧 这可是龙卷风啊 风速得有多大 三只鸟能够这样慢悠悠地 牵手穿过水龙卷吗 也不知当时央视是怎么想的 什么好东西不劈 就偏偏劈成了三只鸟 劈个乌龟不是更好吗 这真是此地乌鸣三百两啊 说实话 本来很多人不相信有龙 央视视频这么一折腾啊 估计很多人都鹿转粉 开始相信了吧 当然了 除了高游湖龙吸水事件以外 还有很多单代龙出没的视频和图片 在网路上也曾引起不小的轰动 比如2006年的内蒙古渐进龙事件 2014年青海湖水龙卷事件 2016年西洋夜空游龙事件等等 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展开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呢 在视频下方告诉我 我会考虑专门给大家 注意解说那些诡异的龙出没事件 所以啊 绕了半天 我们又回到了最初的问题 龙真的存在吗 虎哥尝试给出了三个理由 似乎都将龙指向了一个 真实存在的古老生物 当然 仅凭这三条理由 肯定不足以证实龙的存在 只要关于龙的化石还没被找到 只要龙没有被直接目击 并留下无可辩驳的证据 龙的存在就很难从科学意义上来证实 但重要的是 要从科学上否定一个东西的存在 也同样困难 因为世界太大 我们人类只是其中的灿海一粟 人类认识的东西还很有限 还没见过的东西不等于不存在 是不是 所以人嘛 为什么就不能胸襟开阔地面对 所有看似不可能的事呢 这不是幼稚 也不是单纯 只是对待未知事物的一种敬畏之性 和谦卑之性 古人的信仰 今日看来是迷信 但今日的科学呢 在后来子孙看来 恐怕也不过是另一种迷信吧 所以虎哥相信 世界上存在龙 但这种龙既不是明清以来被神化的神龙 也不是鳄鱼 大蛇或者雷电飓风 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呢 这种龙究竟是什么样的形态 生活在什么样的地方 为什么我们平时看不见 或者很少看见龙呢 而且一个关键性能问题 龙为什么会飞 这些问题 虎哥将在下一集为大家解密 看完下一集 你可能会对龙的印象大吃一惊 好吧 谢谢你的耐心观看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就订阅我的频道吧 不然哪天你被龙捉了去 我可救不了你 开个玩笑 别单身哦 故事要从一组龙图开始说 话说 在2020年的3月份 有一组诡异的龙照片 在网路上议论纷纷 大家先来欣赏一下 画面的整体色调比较昏暗 应该是一个阴云密布的清晨 远远可以看到高高的群山 群山之间 是各种白云飘飞烟雾缭扰 群山之中 突兀地 逸着一个巨大的石雕像 细看之下 竟然是龙手人声 非常诡异 那个龙丸模样的巨大雕像下面 有一座看上去非常古老的寺庙 寺庙下方的高高台阶上 有几个和尚 正临河面朝将心叩拜 那些和尚们在叩拜什么呢 看得出来 河水浑浊而湍急 水速也很凶猛 紧接着重点来了 就在河滩的中心 有一块裸露的巨石 巨石上面 就像趴着一条龙一样的奇特生物 我们可以拉近点看看 可以看出那个龙的画面 颇有质感 画中的那条龙 正抬头万象前方 整个组图充满诡异和神秘 同时又弥漫着古异 平日里在一些电影中的龙一看就假 因为那些龙是满满的塑料感 感觉跟那耍龙的道具也没啥区别了 但画中的这条龙却很不一样 很接地气 更像是一条我们日常生活中 就能看到的那种 长期生活在水底的生物 你看它身子 像不像一条梨丘或者连鱼的样子 皮肤上还有潮湿的水 湿漉漉的很真实 好像刚从河里爬出来一样 唯有不同的是它的造型非常奇特 蜿蜒修长的身子上面 并没有传说中的鳞片 头顶上那只非常奇特的脚 也不是长龟翼上的鹿脚 最为有趣的是 它的瘪长的嘴角上翘 更像是生活在长江中的中华巡 整个神秘的画面氛围 让这个生物非常高大上 不说别的 只说一般长有这样的脚的生物 都是神物啊 至少也是灵气很高的东西 所以当网友们看到这个照片 每个人都感到非常的诧异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龙吗 然后在网路上就议论纷纷啊 之后就有人出来辟谣 原来啊 这些图画只是一个动画大师的作品 它的同类作品还有很多 比如这个 我们之前就专门讲过它两年前的麒麟作品 有没有印象呢 但是那组麒麟照在网上引发的动静 比这个龙图更大 所以不得不恢复这位大神啊 很多作品都能符合我们大众对神秘生物的想象 能做到如此一假乱真的地步 确实是个大牛啊 当然虎哥今天的用意并不是出来打假的 而是要借用这种龙的图片 来思考一个更深的问题 那就是这个龙我们从未见过 那我们怎么知道你所看到的龙就是真正的龙呢 就像图中的那个神秘生物 跟我们印象中的画龙还是有一定察觉的 但我们为什么一眼就认定那就是传说中的龙呢 也就是说龙之所以为龙 它应该具备哪些生物学的基本特征呢 龙可以长这样 头长得跟猪一样 这是红杉文化中的猪形御龙 龙也可以长这样 一副苗条的身材 这是谈朝的龙形象 龙也是可以长成这样的 脱头的抽象牌 这是中国至今最古老的龙形象 插海意志中的十堆素龙 其实龙的形象在历史上并不是固定的 但是大致有这么一条演化的逻辑时间线 在先秦时候这种龙的样子怪不怪样什么都有 有时候我们也不确定这个龙到底是不是龙 就因为它长得像龙 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龙 而汉代龙的形象逐渐固定下来 一直到唐代大体上都是一种走树的形象 有着细长的身子粗壮的四肢 到了宋代以后龙的形象才开始逐渐 变为我们熟悉的样子 比如这幅著名的五龙图 就是很接近我们现在看到的龙的图形 而晚上很多人认为龙不存在的一个很大理由 就是这种龙形态的多样性 他们认为今天这个龙是这样子 明天龙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那么这个龙就是一个人 在不同时期的一个不同想象而已 所以真实的龙根本不存在 不过这个理由实在浅漏 一个东西的样子存在变化 本来就是很正常的 比如人都是由猴子演化而来 在数百万年的演化中 人的形象也经历了很多变化 但不能否认在这些变化背后 那个猴子的存在吧 对于龙而言 虎哥的任务就是要在这历史的迷雾中 找到那些变化的龙形象背后 指向的那个神秘生物 虎哥将直接聚焦在那些古时候 建龙事件中 而非单单停留在古人的艺术画作中 试图从那些面对面与龙接触的事件中 归纳出龙的基本生物特性 当然我们也要承认 古人在使用龙的概念时 有时候比较随意 比如在一些史传中 会将一些龙卷风省略成龙字 有时候也会将龙的功能夸张化或神话 比如穿草进一些 呼风唤雨的一些等等的神力 但在剔除掉古籍文献中 那些明显的错误和夸张部分之后 你会发现龙真正的面目也开始浮现出来了 通过那些流传的古老纸本和祝伯 我们发现古代居民曾经大量进军里的目睹过真龙 谈诵以前 正史中描写目睹龙的事件都只是寥寥数笔 大多只是技术某处青龙剑或者还龙剑之类的话 但随着岩石笔记的增多以及地方质编转的兴盛 出现了很多直接描写龙的外形特征的文字 当然这个剑龙描述有很多 一抓一大堡呀 谷歌只挑选一个比较典型的来说 这个事件发生在汉占帝建出五年 也就是公元八十年 有还龙出现在流经、湖南、黎明县的湘江中 而且是两大六小整整八条 这一事件被记录在后汉书《孝占帝记》中 而当时的著名思想家王冲 在他的《论痕》《艳福》篇中也专门对此事做过详细的介绍 原文如下 香水去全宁城七里 水扇巨石曰燕氏丘 陵水有霞扇 旗下延细水深不测 二环龙线 斩出十六斩 身大鱼马 举头顾望 转如图中化龙 燕氏丘明皆观见之 去龙可数十步 又见转如鞠马小大凡六 出入游戏林上 盖二龙之子也 这个记载是比较可靠的 因为记载此事的王冲 一直都以批判《怪力乱神》组成 看待事物比较客观 而为了验证以上汉淡文献的真实性 虎哥还特地查阅了 线制以及相关的材料 按照文献描述的地理为止 还真让虎哥找到了一个极为可能 就是当时木鸡真龙的事发现场 现在在零零市区 被一条宽阔的萧水河 割为两半 而离市区大约6.5里处 真有一个零河的峭壁 而惊奇的是 在峭壁石岩上方 居然有一座叫做回龙塔的古塔 至今仍处立在那 当地民间流传这个古塔是为了镇鞋去碎之用 但究竟镇什么鞋去什么碎呢? 我们不得而知 但从这里回龙的名字来看 想必是跟龙有关 难道这个塔 正跟1800年前的龙剑事件有关吗? 这些我们已无从证实 但至少说明以上记载的史料是比较真实的 因为其记载的地理位置都是如此的精确 我们平时听到人家说建龙 都是潇洒的独来独晚 所以往往行踪诡异 但这里的龙却是大摇大摆 集体出行 这看似很夸张 却更符合生物学理论 因为动物要想生存下来 就必须要保持一种种群的形式 必须有一定的数量和规模 这个记载之所以珍贵 是因为它告诉我们 至少在1900年前 这个神秘的换作龙的生物 仍有一定的数量 仍可以自行繁衍生息 只是无人去追踪罢了 依据这个描述 成年的黄龙身子比马大 除了头上有脚外 他的身子还显得特别的长 长达16丈 相当于今天的36.8米 非常长了呀 这里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 目击者说出了他们当时 建龙的直观印象 状如图中画龙 那么汉代的画龙是什么样子的呢? 可以看出汉代的画龙 蛇的元素已经明显减少 而更多融进了一些四足走兽的特征 很奇特的是 汉代时刻画中的龙 跟最原始的半龙很像 可以说更接近龙真实的圆形 都是马脖子传的四脚走兽 这一时理智的说明在生物学上 龙的基本形态大概有以下几点 虎哥看了大量的建龙文献记载 包括近代发生在松花江和银口的坠龙事件 其中描述的龙大致都有以上四个特征 而身负鳞片虽常有提及 但并非必要条件 至于那个能喷火、能飞之类的 主要是龙的功能特征 以后会专门来论述 这里也先不展开 好吧 我们依据以上关于龙的 四个基本的生物学特征 就可以开始追溯龙的真实了 说实话 虎哥很佩服马晓星 在那本《龙一种未知生物》中的研究 这本书很奇特 他试图从生物科学的角度 来探究龙的原形 而且搜集了详实证据来论真其观点 但他最终得出的结论却是让人有些失望 因为它将龙归结为一种两栖类的动物 类似于一种巨型龙原类的东西 有读者还特地按照马晓星书中所描绘的龙形象 制作出一个还原图 就是这个 看上去跟占有独角的娃娃鱼差不多 这让虎哥难以接受 总觉得这种龙缺少了什么东西 因为不管是在那种古老的石塑化中 还是一些远古的陶纹中 龙的形象大都是非常干剑有力的 很难想象龙会是那种肥吞吞的 像娃娃鱼一样的生物 有点大跌眼镜啊 其实既然马晓星已经将龙的源头 追溯到了2亿年前的古生物 为何只是两栖类 而不是进化程度更高的爬虫类 随虎哥更大胆地认为 龙的最初原型 应该是恐龙时代的一种爬虫类生物 那会不会是恐龙时代就存在的鳄鱼呢? 现在很多流行的说法 都将龙追溯到古时候的鳄鱼 比如说唐宋时期仍存在的体型巨大的马来厄 因为鳄鱼在歇民眼中比较凶恶 而且在下雨时会发出牛一般的叫声 而很多的木鸡龙事件中 也都形容听到类似牛的叫声 甚至有人认为 在那个十字画中呈现的就是鳄鱼 但首家判定就知道 那个远古画中的生物 其颈部是蜿蜒的马脖子状 这在后世的各种龙的基本样式中都有印针 而鳄鱼的脖子我们都知道 很短很粗 与龙有着根本的差别 更何况 所有发现的鳄鱼的头上都没有脚 这也基本排除了龙的原型是鳄鱼 其实龙有脚的这个视定 也基本上可以排除是两棲类的可能 因为目前为止 还未发现哪个娃娃鱼头上长脚的 这里稍微提一下 前几年晚上爆出一个短视频 里面说在昆仑上的某个溶洞中 发现的一种小白龙 样子就是一只头上长着两个脚的熔原状的生物 其实后面被证实 原视频中根本就没有脚 那两只脚是网友后期加上去的 而提到蜿蜒的生子又要有脚的 世界上也不是没有 比如这种非洲魁蛇 头顶上就有两只尖尖的小脚 那龙的原型会不会是类似的一种大型魁蛇呢? 这种可能性很低 虽然在历代的中国传说中 龙和蛇的关系的确很暧昧 甚至民间常有大蛇在雷语交架之夜 杜结而化为龙的说法 但这种说法很大程度上 都是受到后世佛教思想的影响 将古印度佛教中的那家形象 也就是大眼镜蛇神的传说 融进了中国的龙神话中 不说别的 就那杜结二字就是佛教用语 杰字也是翻译字翻译卡帕 而中国的龙形象在六千年前甚至八千年前 就已经出现在原始先明的信仰中 所以时间上来说 中国龙形象的源头应该是一条独立的眼花线 肯定跟蛇不同 更何况龙一来是走兽 也就是需要四只 大蛇很少看到有四只的 当然说到爬虫类大家会想到蜥蜴 毕竟蜥蜴跟鳄鱼不一样 它的脖子类似于马脖子 更符合龙的形状 再加上跟蜥蜴相关的故事本来也很神奇 比如蜥蜴人之类 所以龙会不会就是某种奇特的巨型蜥蜴呢? 这种可能性也基本上可以排除 因为很少能看到蜥蜴头上有斩脚的 而且以后展开讲蜥蜴人的话题时 谷歌会提到龙在蜥蜴人和外星文明的故事里 其实扮演着更加特殊的角色 而非蜥蜴本身 经过以上排查 龙的原型基本上排除了以下几种可能 两栖类生物 爬虫类的鳄鱼、蛇和蜥蜴之类 跟马小心不同 谷歌认为龙的原型更有可能是一种特定的恐龙 提到恐龙 大家可能会立马浮现出长颈龙、霸王龙的样子 所以如果将中国的龙和这些盘然大物比起来 样子相差的不是一丢丢 但如果中国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恐龙呢? 这种恐龙体型秀缠、有四肢 而且很重要的是头上有脚 其实这样的恐龙并非不存在 在1996年的贵州安顺 就发掘出一种头上扎于双脚的恐龙化石 但是立马震惊靠谱界 大家来欣赏一下 这具出土于观岭化石群的新中国龙化石 全长约7.6米 龙头上出现对称的一堆虐待弧度的 助转长脚 脚从头部翘出,长约27厘米 从这两只脚的大小来看 似乎是一条还未完全长大的幼龙 这尖轻的脚如此对称 造型十分优美啊 有没有感受到一条龙在水中流动的样子? 据专家考证 这句话是属于距今3亿年前的 三叠纪的海洋水深爬行动物 而颇为巧合的是 这种恐龙虽说生活在海洋 却是一种水陆皆可适应的生物 这点倒与传说中的中国龙不有相同之处 看到这个龙的话时 虎哥立马想到网上曾经流传的一个关于龙的视频 就是这个 这个龙身体修长有四肢 头上有一对龙脚 如此神奇的在水中游来游去 第一次看到时还真是把虎哥给震撼了 多么希望这个影片里的龙是真实的 但是经过查证 此影片也是假的 对于这部片的详细考证 我会在下一期接着来说一说 这个视频里的龙虽然跟虎哥预想中的龙形象 仍有一些差距 但大致轮廓还是一致的 然后接下来有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这种恐龙一样的盼然大物 它们为何能够在百恶纪的大灭绝中幸存下来 如果存在的话 那它们住在哪里呢 我们为什么看不到它们呢 对于这些问题 虎哥将在下一集来集中详细的探讨 打开楼洞天马星空 大家好我是虎哥 今天要跟大家聊 龙究竟住在什么地方 今天的故事要从一条巨大的怪鱼开始说 1938年圣诞节的前一天 一艘渔船像往常一样 在东非沿海的马达加斯加附近捕捞 突然在一次收碗时 发现一条巨大无比的鱼 而且这个鱼长得非常奇怪 全身上下不满铁甲一般的鳞品 谁也不知道这条是什么鱼 真是前所未闻 这艘船抵达南非港口之后 一名年轻的博物馆研究员 纳蒂麦尔女士魂讯赶来 将这条大怪鱼运回了博物馆 对它拍照并挥了图 最后将其制成了标本 第二年 一个英国古生物学家史密斯教授 收到了从南非寄来的信 寄信人正是这位纳蒂麦尔女士 但史密斯看到信中的绘图和照片 一马尖叫一声 这不是生活在四亿年前的毛尾鱼吗 它急忙翻出古生物化石图鉴进行对比 果然没错 正是毛尾鱼 那这个毛尾鱼是个什么鬼呢 这种鱼非常古老 生活在四亿年前的淡水湖中 并且一直被认为在七千万年前的 白俄纪物种大灭绝时 这个种群就早已经全部灭绝 但这种怪鱼为何却突然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呢? 捕获毛尾鱼的消息一新传出 密码引起世界的轰动 但是一大片生物学家 都开始质疑传统的生物进化论 我们今天暂时不来辩论进化论的真伪 五个今天要关心的是龙 如果这种一度被认为不可能存在的生物 毛尾鱼能在白俄纪大灭绝中 通过潜入300米深的海水得以幸存 那么我们讨论的那个关于龙的生物 为何不能够在某个封闭或者半封闭的环境中 躲过那次大灭绝得以存活至今呢? 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 如果存活 这种龙会生活在什么地方呢? 看完这个视频 答案或许让你大吃一惊啊 好吧,话不多说 我们出发吧! 如果你在晚上搜索龙相关的影片 你会看到大量所谓的建龙视频 你们的标题往往都比较夸张 视频内容有时候会让你以为是真重的龙出没 但是稍价推敲会发现其中的大部分视频都是假的 比如说今天要讲的这个视频就非常诡异 很多人都曾一度信以为真 在YouTube上有超过百万的点击 在这个视频里,龙的形象很真实 蜿蜒的身子腹下有四只腿 特别是头上还有一对神奇的龙脚 感觉和真的也没有什么区别了 而且非常可贵的是 这个视频里的龙拍得非常清晰 其拍摄角度也很到位 水底拍摄、空中拍摄 那都是非常精准的 恰好将龙在水底游动 然后浮出水面的整套动作都录制下来 这段被拍到的龙视频如此完美 但却完美的太不真实 就两个字 太假 你想想 怎么可能在水中拍出如此清晰的游动的龙了 这相机是什么相机 你龙这么近都不见抖动 而且还空中拍摄 野生的龙怎么会这样听话 让你从水底拍到天空 连句抱怨的话都不给 龙的脾气也太好了 后来浮合 专门去查证了这个视频的原始出处 最终发现它是2004年的一个纪录片的片段 这个纪录片叫做《龙的世界》 英文叫做《Dragon's World》 里面的主角是一个叫做 谭娜的古生物学博士 他通过考古发现 在罗马尼亚的冰山洞穴中 奉存了一个中世纪巨大的龙遗体 从而发现了龙族的诸多秘密 最后他发现死去的龙 依然存活在世界的某个角落 并在一处山洞中成功发掘出一对母女龙的遗体 据测算 这两只龙的死亡世界 是在距我们不远的中世纪 也就是说 这种龙的生物至少在800年前 还依然顽强地在山洞中存活着 从而 那个停留在神话传说中的生物 终于得到了证实 听上去是不是很酷呢? 这部电影当年出来时也是一部神片 不仅在西方影响巨大 而且在2004年还被中央电视台引进 引发了中国民间的巨大宏洞 但是很多吃瓜群中文都坚信龙是真实存在的 你看看那个不幸怪力乱神的央视都播出了 难道还有假不成? 其实这部影片只是一个伪纪录片 所谓伪纪录片就是按照纪录片的手法和套路来拍摄 但是其剧情和内容却都是虚构的 并不真实存在 我会将该片的链接放在说明区 有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直接查看 这样考证出的结果 虽然会让很多人失望 但庆幸的是 这部伪纪录片依据的理论却是很有说服力 是建立在一些严谨的生物科学理论之上的 就类似于一些硬科幻片 虽然也是一种幻想 但在未来的现实中是极有可能实现的 因为它们很强调科学细节的合理性 比如法尔纳在海底2万里中描述的潜艇站 水废潜水之类 在之后都成为了现实 所以我们可以推想 这部影片里提到的龙 也是极有可能在现实中存在的 只是我们目前还无法追踪到而已 这种龙可能就如电影中所描述的 至今仍生活在一些不为人知的角落里 依据影片中的线索 中国的龙是一种特定恐龙的一个分支 当时的那种特定的龙有几个盘系分支 有些龙生活在陆地 而有些龙的其他远方亲戚们 就生活在海洋或者大湖泊中 当七千万年前小行星转机地球时 陆地上的那些种群的龙 因为气候环境发生剧烈变化而被彻底摧毁 而生活在海洋的那一脉 却借着海洋水的稳定性可以存活 那次大灭绝之后 又经过了几千万年的进化 这些海洋中的龙又开始进化出陆地的特性 有些开始迁移至陆地 进化成稀泛的飞龙 但有些龙依然离不开水 就像中国的龙一样 但如果有一些恐龙时代的龙侥幸存活下来 那么它们生物在哪里呢?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一个问题 龙如果是一种生物 那么它必然会有这种生物活动的轨迹和范围 所以要知道龙住在哪里 有一把关键的钥匙 就是这个中国龙的生物习性 但从哪里得知中国龙的习性呢? 对 就是中国古籍和丹带的一些戒龙记录中 《古书说文解字》中有记载 这个龙是春分而登天秋分而且冤 这一条虽然简洁 却是道出了龙的基本生物特性 就是春夏之霄的时候 喜欢在天空中飞来飞去 深秋之后就诡异地潜入深渊 其实你只要看看那些古籍中 记载的坠龙的事件 基本上都是在龙历四月到八月之间 尤其以夏季为多 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 当然不是 这说明龙的腾飞是有季节性的 一般在春夏之际 但这里所说的冤 具体是个什么东东呢? 古代神话中说 顺之成熟博弈 使凿地而为景 且龙空被害 故登云而去 大白话就是说 顺地时候的手下有个叫博弈的人 想在家里挖一口井 结果在地下居住的龙 担心被抓到被杀害 于是就飞入空中 腾入云而去 神话忽然多赖于想象 但也不可能完全是空中楼阁 龙和井的关系非常微妙 在历史上 就有很多龙在井水中被发现的故事 比如太和七年正月 大概在公元334年 磨坡的一口大井中浮现出青龙 为民定曹瑞清帅群聊千万观看 隋代以前类似的记载还有不少 孙玉松还不下警示篇 这里就不做展开了 而隋探之后 有关井龙的记载仍常有发生 其中有些还描述的相当具体 而除此之外 中国各地都有锁龙井的传说 比如最有名的就是北京北信桥的锁龙井 都将龙和井神秘的联系起来 这些都不可能只是巧合而已 可以说我们的古人通过断断续续的观察 至少得出了这么一些方面的经验 秋分之后 龙在地表的活动开始减少 即使偶尔露露脸 也只是在一些大井的深水里 但让我们可以想到 在秋冬天 地下水的水温要明显高于地表水 所以我们的龙胸 可能也就是为了暖活 而躲在这个深井下面过冬 但接下来有个很重要的问题 也就是这些龙为什么会钻到井里去呢 我们知道中国的南方多雨水 南方的井跟北方的井不同 大概就是几米深 很少有十米深的 而且井的宽度也不大 那么大的龙 躲在那么狭小的空间 不被逼疯也要被人梦中捉鼻啊 每天被人把水抽干活住了去 那还不分分秒成了人们的攀中残 即使龙所追逐的井 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且天虎哥慢慢到来 一般井水的来源大多是不透水岩层之上的潜水 但有些井在开枣时穿过了不透水岩层 与更深处的地下水相接 因而水量更加丰富 《初学记》中有记载 壁山有井无底 与陈西兰涌泉相同 指的就是这类能与地下涌泉直接相同的深井 那么这种井究竟有多深呢? 《葛洪抱脱子管壁》中有这样的记载 《重渊不动地,则不能含吃龙》 《洞》以为穿透,重渊之下再透地 不就是和地下暗河相沟通的吗? 所以龙所居住的地方 与其说是深井 不如说是跟深井相连通的地下暗河 地下水是在土壤、岩石的孔吓之间 弯弯曲曲流动的 其中有的孔吓可能较大 有的还可能通向地表的江湖 古书上就算记载有人不慎将马鞭追入井中 过后不久又从树里外的江中得到 由此看来 龙这种动物之所以能时常出现于井泉中 被人发现后又能从井泉中悄然而逝 因为它具备了一项特殊的本领 既能够在构造复杂、宽窄不易的地下水网之间潜行自如 这种有灵有脚的井龙 习惯了以地下深水为残生之所 其实这种推算也基本符合一些科学理论 据估算埋藏在地下的水要比地表江河的水多6000倍以上 尽管这些地下水常奋散于土壤岩石的孔隙之间 但在一些比较大的洞穴中 却能汇聚成真正的河流 我们在一些石灰岩溶洞中所看见的地下河 这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 那些位于更深处、形态、更奇特的水坡 是人类目前尚无法涉足的 加拿大有学者甚至推测 在距地面15-20公斤的岩藏中 仍有可能存在液体层 既然龙关于在地表水和地下水之间完反潜行 那么这个龙有时候偶尔在井水里面露出头来 跟大家打声招呼 貌似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吧 地下水中有鱼类生存并不稀罕 但会不会有一些史前世代的大型动物 比如龙还依然躲在地下呢? 这的确是个谜 范尔纳《地星流记》中有这么一个情景 说一只仅有三人的探险队 在距离地表150英米的地下海中 居然发现了活着的鱼龙蛇颈龙 这当然是一个幻想故事 不过地下世界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存在 不过以后讲外星文明传说 还会专门讲到地下文明 相互算传言 我们生活的地下存在一个发达的外星文明 如果将这种外星文明和神秘的龙联系起来 不禁让人浮想联平 但是不管龙住在哪个地方 这个人类总是他们最可怕的威胁 古话说得好 神龙不除亡谷之水 凤凰不祥位罗之祥 古人已经意识到 即使是那些有灵性的动物 也不堪忍受人类无休止的渔猎行为 不过 现代社会的人类所造成的环境污染 离其古时候单纯的渔瓦 要厉害得千倍万倍 说不定我们目前还未遇见的龙 正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里 狗言残喘 艰难地活着 人类总是强调自身的需要 却在无意之间把他们逼近了死胡同 地下水的污染可能会直接导致这种灵性生物的种族灭绝 所以不管龙生活在哪里 都祝福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活着吧 一颗古井总能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 如果这颗古井再有一根、两根甚至数根 又长又粗的大铁链子 那就更邪乎了 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么一颗古井 号称老北京第一邪门的锁龙井 据老一半人讲 锁龙井之所以叫锁龙井 就是因为那井下用大铁链锁着一条巨大的蛟龙 半夜里会从井底传出牛鸣声 古书中记载这龙的声音就如同牛叫 据说有很多人拽过这条锁龙井的铁链 拉着拉着就觉得不对劲了 只觉得井里的黑水开始翻滚 好像一只诡异的龙头要浮出水面 同时传来一股浓烈的血腥味 更奇的是 这滚粗的大铁链子越拉越长 怎么拉也拉不到尽头 我们想想 好端端的一口井上面挂掉铁链子 是想搞什么鬼呢? 这个锁龙井深不可测 难道真的是山海经中记载的海野吗? 这个锁龙井下面究竟锁的是什么呢? 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看看 这个神秘的锁龙井下究竟隐藏了什么样的惊天大秘密 这个北京锁龙井的传说在网上有很多版本 有些版本明显就是张国就来前后矛盾的 说什么朱元璋要见北京城 又说刘伯温帮助朱棣镇压涅龙之类 这朱元璋好端端的在南京享福 怎么跑到北京去建都呢? 而朱棣当皇帝的时候 刘伯温早已死了好多年 怎么叫一个死人来降魔除妖呢? 所以剔除了网上那些不靠谱的版本之后 古哥大致熟理出这么一个传说 这个故事源于明城祖朱棣 在他夺取他的侄子建文帝的王位之后 在公元1421年正式决定将大明首都从南京迁往北京 而这个北京城可不是好惹的主啊 在古时候这个北京仍是一片汪洋大海 所以那时候管北京叫做古海幽州 幽州这名大家可能比较熟悉 是历史上有名的军事重地 后来虽然海水退去 但在北京的地下水脉中仍盘踞着这么一条大龙 而朱棣大兴土木修筑北京城 而且将北京设计为著名的巴比哪吒城 哪吒是谁?当年出龙京毁龙宫 那个是屠龙专业户,龙族大可行啊! 所以北京城这么一搞,直接镇住了地下龙脉 这还得了,被占了地盘的老龙 要扬言,要新风作烂,水淹北京城 朱棣这人天不怕地不怕 当年修建北京城,紫禁城才修了没多久 就被雷劈众引发火灾 之后他去泰山祭祀,路上也发生大地震 大家都劝他赶紧爬都城迁回南京吧! 但他意高人胆大,坚决牛守北京 而现在又得知龙丸在告鬼 他立即找来黑衣宰相姚管孝出马降龙 姚管孝可不简单,他是朱棣夺权的主要策划者 是刘伯温之后的第二神纪军师 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后来的朱棣 姚管孝早年出家为僧,精通如师道三角 在当时是相当有地位 除此之外,他有一个更厉害的身份 号称是降龙罗汉转世 既然是降龙罗汉 当然可以搬住朱棣降伏这条老龙 话说姚管孝天眼一开,查到了老龙的下落 就抽出紫禁腰带往空中一抛 化作一条烧红的长锁链 锁住了老龙的脖子,扼住了他的咽喉 将其死死地压在北京桥的一口井底 这个井就是大名鼎鼎的锁龙井 老龙不甘心一辈子锁在井底,就拼命挣扎 姚管孝担心龙把这个锁链给震开 所以就许诺老龙,等桥变旧了就可以放他出来 老龙转念一想,这新桥变旧桥也就十来年的功夫 于是就老老实实地在井底呆着了 哪知姚管孝是个心机囊啊 刚答应的老龙就立马命人 将原来的北新桥改为了北新桥 意思是永远都救不了的 这一改不仅仅是个文字游戏 在法术里面名字可是最短的咒语 通过改变桥的名字 其实就是给这个老龙施加了风韵的符咒 这条龙就再也出不去了 更可能是,姚管孝还特地找人在锁龙井附近 修建了一个三间大殿的郑海寺 就是为了彻底押住这条邪龙 想想这老龙也是太憋屈啊 坦坦的一番龙主就这样被人忽悠的团团转 搞得永世不得超声的喊 这些古时候的民间传说不知真假 但锁龙井和郑海寺都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在这个神奇的传说背后 可能真正的隐藏了一个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这个锁龙井下面可能还真的锁着什么东西 据说当年的日本人占据了北京城 不知从哪儿得出了消息 说这个锁龙井下面有个地下龙宫 埋葬了大量的金银财宝 这日本兵就外人去捣抖 结果一告进那井里面就哗哗哗的叫 好像大海刮过来的大风,没人敢下去 最后只好把铁链子往上拉 但拉了七八公里长都没有到头 越拉越从井里发出了声响就越大 还冒出了黑红色的水 闻到了龙液的血腥味 日本人觉得这下面可真有个大东西啊 吓得赶紧把这铁链放了回去 后来文化大革命 侯卫兵破四旧的时候也来过 侯卫兵是些什么人呢? 那可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啊 一辈子只信马克思唯物主义 什么怪力乱神妖魔鬼怪的 都是瞎扯淡的风景迷信 所以那时候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下去过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大家把红色都踏出来快点 都踏出来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这就是四角 把他砸啦 总之听说是发现了一根大铁锚 但跟日本人遇到的情况一样 黑红色的水往外翻滚冒个不停 那个大风是呜呜呜的跟鬼吼一般 而且越往外拉 这个链条的声音就越大 红卫兵再怎么唯物主义捂撞到牙齿 见到这个情形也怂了 保命要紧赶紧撤吧 如果这个苦海幽州朱棣搖玩笑的故事离我们很遥远 听起来像听神话故事 但日本人红卫兵的事善未百年了 这个就让人不得不好奇了 因为据说很多上了年纪的老北京人 都曾经亲眼目睹过那垢井 很多胆大的人还拉过铁链子 但都不敢下去 最近的一个故事是在2005年 当时北京修建地铁五号线要穿过北京桥 据说在施工当中就挖开了传说中的那口锁龙井 但是报纸上还有专门的报道 井的直径大概在1.2米 全部为古砖 井下的水像泉水般不断地往外貌 考古人员赶到现场 派潜水员下到那垢井里 结果只捡到了一把现代铁制的手电筒 所以推测这垢井曾经有人下去过 至于有没有人活着上来就不得而知了 后来专家辟谣说这垢井并非传说中的锁龙井 但之后又以新闻报道 地铁五号线为了避开一口古井而改线的消息 这遮遮掩掩掩背后可能宁有引擎 平头老百姓就不得而知了 总之关于锁龙井的故事众说纷纭 但有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那就是古井和铁链是真实存在的 这在一些地方仍有这种带铁链的井 比如山东济南的顺井 在网上还真有这么一个网友 就专门去顺井实体拍摄过 大家来看看这个视频 顺井拍了四次 但是还有很多网友说 还是没看清楚 重新弄了灯 咱们再来一次 我发现这个钱花到位了就是不一样 这次这个灯没有再出现故障 这会看清楚了吧 知道什么叫朦胧美了吧 铁链底下有什么 仔细看哈 其实就是一堆铁链 只不过上面被垃圾覆盖看不太清楚 按照视频的说法这是顺井 顺井可不得了啊 据说它是顺帝在猎山龙根时所挖的井 后来大雨制服了东海的一条黑胶 将其用铁链锁在了顺井中 所以这个顺井也是正儿八经的锁龙井 不过这个视频用水下相机拍摄 试图证明这个井底根本没有什么蛟龙 只是一堆塑料垃圾而已 但很多网友表示质疑 说你这个相机只是看到井里的表面情况而已 根本就没有拉动那个关键的铁链 而且那个井底好像也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真正的井底到底有多深 这个视频也看不出来 所以这个视频还远远无法揭开锁龙井的正向 而北京的锁龙井除了古井和铁链之外 还有另外三个非常关键的特征 一是拉动铁链很长之后井水出现了黑水翻滚的现象 二是有个非常浓烈的血腥味 三是井底穿出牛鸣般的身影 针对这三个特征 网上有人给出了一个比较科学的解释 说这个锁龙井的铁链并不是用来锁龙的 而是用来控制井水 古人挖井有时候挖得非常深 有时候甚至直接挖到了地下河 这就是所谓的暗河 这样的井虽然能保证水量的充裕 但这种井并非像潜水井那样的平稳 地下暗河容易发生喷涌现象 甚至有些井只要朝它大喊两声就会冒出水来 这样的井就是地下河井 正是因为这种喷涌的现象 所以古人就用铁链来控制水位 而这个铁链像塞子一样堵住河岩的一部分 如果水少了移动一下铁链就会水位上升 如果雨季来临就要把这个链子全部放下去 堵住水眼来减少其喷涌 这样就可以防止洪涝水灾 而井中出现的牛叫声可能是铁链在井中发生的碰撞声 毕竟井中的空间比较小 传递出来的声音会比较大 而水中的黑水可能是长期浸泡的铁链生了锈 铁锈掉落井中将井水染色 而那个味道可能是井水长期静止导致水质变坏 而出现了血腥味 现在网络上对北京锁龙井的解释大都到此为止 大家好像默认了这个解释就是最终的答案 其实这个解释看似完美 仔细想一想还是存在几个问题 首先,这么牛的水利技术 怎么在史书或者相关的古籍中都没有任何记载呢? 要知道这种锁龙井不仅在北京的北新桥 在山东济南、四川等地 都有这种带着铁链的锁龙井样式 说明这种技艺在古时候并非失传 而这么高级的技术古籍中为何不记载和推广呢? 第二,这个声音并非单纯的转机摩擦声 还有呼呼的大海呼啸之声 甚至有牛叫声之类 而且有时候只要靠近就能听到那种声音 根本无需拉动铁链 这就有点怪了 第三,既然说井粘通了地下暗河 说明这个井水是活水 怎么会长期静止而发臭呢? 其实在锁龙井背后 还有一个同样非常神秘的传说 就是这个锁龙井可能是粘通了深海的海眼 啥是海眼?通俗来讲就是沧海的眼睛 古人一直认为海的眼睛就长在陆地 就是大地上的一个出水孔 人一旦靠近就能听到海水的声音 声不可测,顺声残残 是通向大海的入口 《列子摊问》中就有记载 深海经中也记载了这个无底之谷 说在满满渤海之洞有一处海野深不见底 倾天下之水也难以将其填满 而现代科学在对地球内部的深处进行扫描之后 也发现这东亚地区地下可能存在了一个巨大的水域 而水域的水面不少于一个北碧阳 而不管是北京的锁龙井还是山东的锁龙井 都在这个区域之内 所以这个锁龙井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这个井并非人工开凿 而本身就是个天然的海岩 这里的海岩可能没有规需那么强大 就是那种连通深海的孔道 虽然北京古时候就是一片苦海幽州 就是海水退去 在北京地区仍保留一些和大海相通的出口 这也是有可能的 而人们总是从这个眼洞里听到呼啸的风声 甚至有时候从深海处真有这个蛟龙出没 从井中浮出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也是有可能的 不过在之前的龙系列视频里也就提到 龙如果以生物的形式活着 很有可能就生活在那些地下暗河之中 时常也会从错综复杂的水碗中露出头来 所以古籍中龙出没的场景很多都发生在井中 在西方也有海岩的传说 不过都是用巨石或者法力强大的神器来镇压 而中国用这种锁链和石盖的形式 难道也类似于某种镇压邪碎的法器吗? 试着想想 古人从这个海眼中经常听到一些奇怪的声响 以为有蛟龙要从深海中来 所以打造大铁锁链请法师克善咒服做法 然后将其垂于井底 希望借此来锁住海眼中的蛟龙 以免出来祸害百姓 这就好比很多地方出土的镇水神兽一样 身披鳞甲似龙飞龙在水边或者水底 不为别的就是人们的一种法器 用这些呆蒙的神兽来祈福或者镇压水怪地 镇住水患保百姓平安 而在众多北京锁龙井的故事中 据说还真有那么几个不怕死的人 在建国之后把这个铁链子完全拉出来过 发现铁链子的末端没有别的 就是一条三尺也就是一米长的铁柱龙 如果这个说法是真的话 可以说明锁龙井可能真的就是镇水的法器 除了这两种说法之外 还有第三种可能 那就是这沟井直通大海 而铁链的另一端曾经真有一条龙 只是由于年代久远 人们早已忘记了这条龙的存在 只是将它作为神话传说代代宣传 那个念条非常缠 延伸到地下暗河最后直通大海 暗河的水碗错综复杂 即使拉出来也不一定能找到龙 那条龙可能早已逃之夭夭 有人会说底下有什么去拉一拉不就知道了吗? 现在的问题是想拉却找不到井了 有很多老北京人表示 他们小时候还看过那个古井 就在北新桥十字路口东北角的一个老庙旁边 后来在六几年布斯旧把这个庙给拆了 在原址上盖了一个花店 到了1984年那个地方又盖起了大华百货山产 故人们把那个井彻底填埋了 那是人们最后一次看到那个海眼 所以现在你想去拉一拉铁链也是无助可循了 或许这个锁龙井的秘密即使有这么多单代人的目击 最终就像很多故事一样 慢慢变成一个被人遗忘的传说和神话 2000年日本的朝日新闻社出版了一本非常奇葩的书 叫做《大妖怪展》 里面披露了几张非常震撼的照片 这些照片是来自日本大阪的瑞龙寺收藏的龙、人鱼和合同的标本 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引发了巨大的轰动 台湾的一些电视媒体也相继做了跟踪报道 许多网络论坛也大量转载了这些神奇的照片 特别是这个龙的标本非常严重 但龙究竟是否真的存在呢? 虎哥之前花了四五个视频都在论证 龙在逻辑、文献和考古上有存在的可能 但仍不能下定论主要是因为缺少食物和化石的依据 而如果日本的瑞龙寺的这个龙标本是真的话 基本上是可以肯定龙是真正存在的生物 但关键的问题是这个龙标本是真的吗? 虎哥今天就要和朋友们一起来考证一方 首先我们来澄清一个事实 那就是这个故事的主角瑞龙寺 是在日本大阪市速滥区 这个寺庙是由日本著名的僧人铁眼道光在1670年穿建 所以也叫铁眼寺 这个寺庙在二战时被美国战机彻底摧毁 之后在原址上进行了重建 基本上是干净水泥为主的新结构 所以名气也大打折扣 之所以要做这个区分是因为在网路上有很多不负责任的媒体人 直接浑水摸鱼 将这个大阪的瑞龙寺等同于日本富山县的瑞龙寺 突变啥的直接拿来就用 也不管是真是假 其实这两者虽然名字一样 但地位是天然之别 后者是日本政府清定的国宝级寺庙 主要是它精湛的木雕技术 一看就很高级的样子 随便从寺庙门上扒一块木头下来 都是日本国宝级的文物 而今天我们的故事主角大阪瑞龙寺就是比较屌丝一点 虽然在古代也曾显赫一时 但由于二战时被美军炸毁寺庙规模也比较小 所以其知名度远远低于富山县的瑞龙寺 好了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就进入今天的正题 网络上关于瑞龙寺真龙标本的说法比较混乱 谷歌为大家梳理出两个比较重要的版本 第一种说法是 在中国明朝家境年间 东南沿海的渔民捕获了一只幼龙 可惜龙离开水之后就死了 渔民本想把这个龙献给丹川的皇帝 但好说是那一条龙被你给弄死了 皇帝自称是真龙天子 那还不将你直接给咔嚓了 于是这个渔民就秘密地将这条龙的尸体 卖给了日本的商人 日本商人又转卖给了当时日本最著名的收藏家 万代乌滕明卫 后来这个人就在天河二年 将龙标本捐给了大阪瑞龙寺 另一种说法更为流行 也更为详实 说的是在中国清朝关绪四年 也就是日本明治十一年 中国福建沿海的一群渔民像晚上一样出海捕鱼 但在半碗收碗时 突然发现这渔碗中有一条挣扎的幼龙 龙离开水之后就奄奄一息 可恨的是这些渔民非但没有试图救治那条龙 反而直接拿起一个木棍 将这条龙一棍子打晕 然后砖进了布袋 当时的港口有很多来往于琉球和福建的日本走私杀人 于是用高架将此龙买下并带回了日本 献给了当时的民族将军 将军对真龙是非常喜欢 但没过多久便突发怪病一面呜呼了 很多人觉得正是这条龙的灵魂在作祟 于是为了让灵魂安息 人们将真龙制成了标本 在天河二年九月献给了当时大阪市的瑞龙寺 这个瑞龙寺一面感谢 一面请人用金粉刷遍了龙身 这两个故事虽然描述的年代相差两三百年 里面的一些细节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但整体情节是一致的 那就是这条真龙是来自中国 然后流入了日本 被收藏在日本大阪的瑞龙寺 很多网友就吐槽了 谈谈的一条龙啊 怎么轻易就被这个渔民打晕了 这个龙也太怂了吧 其实看过我之前龙系列的朋友就知道 这龙离开了水就啥也不是了 就比如虎哥之前讲过的那个 辽宁银口的坠龙 因为没有了水就趴在地上 软棉无力根本就起不来 只要在这时候一棍子打过去 估计也都一命无虎啊 这就是所谓的虎落平安被卷弃吧 另外一个质疑就是 在1945年 美国轰炸机在大阪丢下了足足1700吨的燃烧弹 短短几个月就遭受了6次大规模的轰炸 别说这个瑞龙寺了 就是整个大阪市都快变成了一片废墟啊 史料也记载啊 瑞龙寺的确在当时就被彻底摧毁过 如今是新造的 那么这些宝贵的龙标本为何能够完好无损呢 这个质疑其实是可以比较合理的解释的 那就是寺庙可能提前收到了情报 然后提前将龙标本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 这种文物转移在战争期间是很正常的 不然中国大量的珍宝 早就在日本侵华时化为了一片乌有啊 但这个故事依然有两个比较疑惑的地方 一是时间上前后矛盾 网上大多流传的内容都是比较随意 说这龙标本是在明治年间从中国买来的 然后在天河年间捐给了瑞龙寺 这时间上就出现了很大的偏差啊 很多网友就说这故事也太假了吧 犯了如此弱智的错误 虎哥是比较宽容的 更愿意认为这可能是故事在流传中出现的偏差 因为就一些资料来看 天河二年捐献的应该是合同标本而非农标本 但另一个可疑的点就是 中国人对农是非常重视非常崇拜的 但凡有建农的记载都是单做大新闻来报道的 不管是正史还是野史还是地方县制 居然都没有任何相关的记载 反倒是在日本故事中流畅开来 这也或许有点奇怪了吧 现在我们来谈论今天的核心问题 我们想想 这个龙标本从哪里来的 并非那么重要 毕竟年代久远啊 故事传来传去难免会有些夸张甚至矛盾的地方 关键是这个坦在瑞龙寺的龙标本本身 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我们再来仔细看看 这叫龙标本的图片 瑞龙寺里的这个龙标本个头是非常小 大约在一米左右 头上不仅有脚 而且是那种分叉的脊脚 嘴边还有蝉须 眼形突出而且巨大 嘴部张开就可以看到风力的牙齿 长长的身子富有鳞片 因为经过了反腹处理 全身也刷上了金漆 所以看不出皮肤原来的颜色了 整体来看 除了个头小了点之外 整体形象倒是和我们传说中的龙也差不多了 大概是条还未成熟的幼龙 很多网友质疑这个龙的龙爪 朋友们来仔细看看这个龙标本的爪子 数来数去也只有三个爪 而似乎中国的龙形象都是五爪的 五爪净龙嘛 所以很多人就断定了 这个图片是假的 因为这条龙是从中国来的 却只有三爪不符合规定 其实对于这一点 朋友们大可不必太较真 因为中国传说中的真龙并非一个样式的 三爪四爪五爪的都有 在元朝以前 特别是在汉代和唐代的龙 图画和史料大都以三爪为主 到了明朝才流行四爪和五爪龙 而到了清朝基本上是以五爪为主了 而且这种五爪龙是清朝皇帝专用的 周边的琉球和朝鲜是四爪龙 而日本不丹的龙是三爪龙 所以要从瑞龙寺这个龙标本的 脚趾数目来判断真假的话 未免有些难以服众 毕竟谁都没见过真龙 你咋知道龙就一定是五爪呢 更何况这历史资料中的确有大量三爪龙的记载 另外一个质疑就比较有说服力了 在英国的伯克斯顿博物馆 收藏了这么一个人鱼标本 怎么样有点恐怖吧 感觉我们想象中的性感美人鱼 非常的不同 据说这个人鱼标本是19世纪中期 由英国善人在日本九州地区购买并收藏的 后来将它捐给了博物馆 后来这个博物馆对这个人鱼标本 进行了X观的掃描 结果惊奇地发现 这个人鱼标本在X观下长了这幅模样 大家来瞧瞧 那些细长的白条不是肋骨 而是一根根…对…铁丝 而这张图里面可以清晰地看到 人鱼的身体和尾部根本就是拼借而成的 所以这个科学检测告诉我们 这个来自日本的人鱼标本 其实…是假的 原来在江户时代 日本流行各种妖怪文化 为了博取研究 有些人甚至无中生有 直接造出各种妖怪来 合同不是在日本很火吧 OK 我们就制造一个合同 让大家来瞧一瞧 于是就有人将猕猴和鱼的干尸 通过铁丝或者针线 将其拼合在一起 然后在里面填充一些干草之类的东西 晒干之后 叮叮叮叮就有了新鲜出炉的合同标本 直到现在 这种工艺还在日本的很多地方保留着 比如在2017年 日本千叶县的一个民俗博物馆里 就举办了这么一个特殊的 人鱼标本展览会 还公然的告诉大家如何制作人鱼标本 不得不说 这个质疑是很有力的 因为至少在工艺水平和文化心理上 日本人不仅有能力 制造出各种人鱼合同标本 而且制造这种假标本 对很多日本民众来说 似乎也是很寻常的事 既然这样 制造个龙标本也就小菜一碟了嘛 所以龙标本是假的 谷歌很赞同这个质疑 但为了更严格的考证 我们必须要意识到 这个质疑在逻辑上仍是存在问题的 从逻辑上来讲 我们还不能就因为 人鱼标本和合同标本 都已经被证明是假的 所以这个龙标本也必然是假 首先在日本 目前还没有龙标本被证明造假的案例 另外我们也不排除一种可能 那就是虽然在日本龙标本造假是比较容易的 但我们瑞龙寺收藏的 片面就是唯一一个真实的龙标本 毕竟我们不能因为市面上有很多造假的LV包 就直接说LV包全是假的吧 所以要从科学上证实这个龙标本的真假 大概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让它用现代仪器检测一下 比如说可以将它放在X观下照一下 看看内容究竟是不是有拼合而成的 另外现在这个DNA的技术这么先进 如果将瑞龙寺的龙标本取出少量DNA 来鉴定和比对 如果在现存的基因库里找不到 就基本上可以确定它真的是一种未知的生物 这种龙标本就是真正的龙 而也可以断定龙是一种真正存在的生物 不过目前来看这条路已经被堵死了 因为瑞龙寺方面已经明确的表示 不会将这个龙标本弄到外面去做理化鉴定 寺庙住持给的理由就是 这个龙标本乃是正四之宝 他们不愿意冒犯圣物 现在这个龙标本已经被藏了起来 不再对外展出了 小伙伴们如果想去寺庙看真实的龙标本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了 有些网友就说 这是瑞龙寺做贼心虚 知道自己的东西是假货 为了掩盖真相 故意制造出一些神秘感来吸引游客增加收入 当然网友们的怀疑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在一切还没有明鸟之前 虎哥还是一怪的立场 那就是更愿意多一些善意的理解 对很多人来说 这是一个纯粹的科学问题 龙存在或者不存在 只有一个答案 只要科学测定一下 就能真相打白 不过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 龙是否存在 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科学问题了 龙的存在已否 已经关乎到他们的信仰 维系着他们的精神信念 所以龙究竟存不存在呢 这依然是个很吊诡的问题 虎哥也将做更多的龙系列视频来讲解 而在今天的这个故事中 科学家有科学家对真理的坚持 寺庙也有寺庙对龙的信仰 在真理和信仰之间 朋友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做何选择呢 天敛 我们以至于 女生体们illy认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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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